大家好,歡迎我們來到台湘文化中心 這個地區航在了圖書館、社區大學 還有社區大學之類的 也是一個學校,也是一個經典 這個地區是由在這裡的各班業人士 各界人士,然後他們一起改建合成的 然後,他們這裡包括了很多特別的巨場 然後,戶外舞台 然後,還有很多資訊港,學校之類的 這個地區前身是一個 比較,就是比較人煙稀少的一個 養科處 然後,就是這些海洋事業 然後,經過他們改建之後,才變成現在這個地點 也是一個完美的大咖點,請看 台湘公園的通信是 教育環境、文藝推廣,然後教育中心 他們的集合體 然後,就是全台灣的第一個 使用,把這些東西合成 合而為一的一個地區 那,然後,這裡的公民眾 好來這邊,踏青啊,或是來學習 跟台湘兩職業有關的一些知識 這是,台湘文化中心的外觀 然後,他們會當作是 可能會保有他們地景的原貌 然後,還有餘溫 然後,他們的養體 減少了那個養體的需求 然後,他們才會展現 然後,才會展現 對大自然和尊治的態度 然後,他們的建築這樣 是有高角屋 就是,他們就是一個相同歷史的高角屋這樣 然後,陽光會穿透進去 然後,他們還倒影 然後,湖面才會倒影 因為,排湘國家公園 就像,一旋破了 然後,他們很佈立在水中 然後,在這邊 對,住一些水中的樣子 然後,他的水池也是給 那些東厚鳥啊 那些東厚鳥啊 那些東厚鳥的 然後,他有著 檢驗人啊 檢驗人減碳 然後,環保 然後,健康 然後,它是一個鑽石級的 綠建築 然後,台湘功能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然後,然後 然後,它是 台江那個 以前啊 然後,連接海外的一個重要的航道 然後,它離 四草 四草那個炮 四草的炮台 然後,還有 安順延長這些 史基啊 都非常的近 所以,它也算是一個 國際級的 師弟 那 它有許多 它有許多 人文 人文歷史啊 自然生態 還有 魚原業這些 這些的核心價值 然後 然後 再 好,就這樣